Mountain Climb,中文是甚麼? 爬山 爬山? 不是嗎? 直翼的,是嗎? 山爬 這條影片會說Mountain Climb 你有沒有做過Mountain Climb? 有做過的 有做過 好,立刻來做看看 來吧,向哪一邊做 還是打側,打側最容易看到錯誤 要Climb,是嗎? 嘗試做快一點 就是這樣? 對 OK 都不太差 剛才看到AB做Mountain Climb 其實都不會太錯 又是常見的問題 會見到甚麼呢? 就是屁股升高 又計上一條影片 通常Challenge Core的動作 屁股都不可以升高 就是有少許Cheating 會放鬆 要夾緊它 做快的時候 嘔 見到人們會喜歡跳高 我們由慢開始 一步一步 基本開始設置的時候 就是在掌上壓這個位置夾緊 然後踩上去 踩上去 踩上去 盡量不要動過上身 去做 你會感覺到上身和Core 會用到力 我想知道踏前的時候 腳趾是要踩 然後才抽後 沒有所謂的 其實它做的動作 讓你沒那麼悶 其實腳踩上去的位置 最重要的是 其實是後面的腳 因為一隻腳 離開了 沒有支援 然後另一隻腳 要做另一隻腳的 對 所以你會看到 有時候要踩多前 就沒有所謂 我覺得 踩多前 會不會覺得是 你的動作問題 有時候可能有些人 擦不到那麼大 接著到快的動作 其實道理也是差不多 我待會做完 你試試看 會差多遠 快的動作 盡量在上身Core 屁股的位置 留意 這個就是快的動作位 盡量保持緊 不要跳氣 明白 明白 好 到你了 我試試看 夾好屁股 有時候 夾不到快的動作 可以保持慢一點 都沒有所謂 是不是這樣 因為這裡會有少許斜 所以整個身推前 踩得太遠 把屁股低一點 先輕輕一點 不用特意跳 你感覺到累 你感覺到累的時候 踩到屁股就會舒服一點 所以當你一做的時候 就記住 有些在做平板的感覺 對 其實跟平板的理論差不多 不過動了一隻腳 那時候就好像沒有了一隻腳 沒有另一隻腳 我兼顧不到它 我覺得自己的手腳有問題 就是夾到屁股來 那隻腳又很難 縮前縮後 其實我通常叫我自己的學生 做Mountain Climb 都是做慢的 我比較喜歡它們 會保持在平板的位置 好 然後動腳 而來做 在這些位置 我會特意叫它們 你把五下掌上壓 在那些位置 那你會一直要保持 那隻腳 然後又做少少手 對 有時是女生 即一下靚仔掌上壓 然後就做Mountain Climb 那你便做到 踏入HRIT 即有幾個動作 夾在一起 那時是它做的 我覺得都是用慢的動作為主 就可以比較去知道自己的方向 有時快就會令到整個方向 便跳不到 是的 又到小朋友 做不做到的時候 我反了一下眼睛 好 試試慢的動作 首先 基本的東西 又是夾屁股 OK 手就垂直 跟著 踩得比較入 OK 開始一下一下來 對 碰到就可以了 OK 不要挫斷自己的手掌 就可以了 很適合 你不要讚它 它會自轉 自轉是甚麼意思 人真是自轉 嘗試快一點 可以嗎 加換加換加換 是的 你看到做得快的時候 就會有這個搖晃的效果 其實我做的時候也會有少少 很少 很少 所以有時要盡量保持在中間 即焦點在這個位置 所以 我會推薦做得慢 做得慢的時候 其實會比較 老步比較容易 好 就這樣 好了 Mountain Climb 就是這麼容易 理論上 跟Plan 和掌上壓的 保持的位置 這條影片就錄了這麼多 下次再見 拜拜 葡天看不到你 拜拜